大家好我是煞氣達克 干貨滿滿絕不水片 那今天要為大家介紹 盛凱排位戰的部分 那最近推出了一個新角色就是 弗雷德 他的SSR是哥哥 SR是妹妹 基本上妹妹沒有什麼用 那哥哥在加入這個隊伍之中 加入絕心李治秀隊伍之中其實擁有一個非常出色的一個 表現我覺得他的表現跟 加恩同等 原本使用神家的人可以把他替換成 神家因為他在 不管是坦度還是傷害層面 都擁有更強而且 因為 這個 角色的加入時的絕心師傅徹底在 高端場徹底已經完全走了 就是在 大家 應該說其實在我 強烈推薦血鬼之後 然後一般的博弈之後基本上已經 所有的絕心師傅已經全部都走了 原本我在上一次使用的是雙絕心隊伍 然後有打到前三名 但現在已經基本上已經完全消失了 那我們這邊就簡單的來做一個演示 然後一樣是以絕心李治秀為主 然後主要是利用 呃 那個男生他 擁有一個他的特殊技 第一他冷卻短 然後再加上他擁有一個增傷的效果 15%增傷的效果 然後因為 在高端 我一邊開著實況一邊打 所以 呃就可能遇到有些觀眾想要特地來撞 然後 現在高端 其實排位相對時間來的久 然後 呃在 套裝的部分是選擇用冷卻套 然後 可以的話都盡量用冷卻套如果沒有的話就使用攻速套或者是一些克制的 克制輔助或者是 克制突擊 其實選都可以 那我們這邊就等待排位 然後 來 等一下進行一個講解一樣都是跟 之前的打法有點類似就是以李治秀為核心 只是在於 他加入之後你可以替換掉一些突擊的 隊員層面 我覺得他的突擊層面就是 在 跟佳恩同等甚至我會覺得比佳恩來的更 更強一點因為 他的那個傷害其實非常非常的厲害 然後他的大決也比 也算是還蠻好用的 然後這邊一樣就是 開場先掛機敵不動我不動 然後 當對方下了你也 你也跟著下 然後這邊就選擇 佳恩跟血鬼 就是二選一 我這裡我應該會選擇下那個男人 因為我其實我覺得會比較更好一點 基本上都是一擊下然後在這邊接下來 對方開打之後就可以選擇這邊下了一個 輔助 就算是給一個盾的效果 然後對方這邊很快速的 下出椅子這邊椅子其實你不用不用太在意說你一定要急著把它處理掉 通常來說你可以等到使用傳奇技之後 然後再去下 一一砂白去做一個 那個 掃射 這邊現在開始在高分場很多人在蓋椅子主要是因為椅子不好處理 然後再加上他在 減傷傳的那個夾子第二傳經濟使用完之後 相對來說他會比較難難以處理 有人開始選擇用椅子護轟 不過我這裡還是強烈推薦 使用伊莎白 那我這裡學鬼因為他的 他的大招其實蠻好用的他大招可以 一直持續的拿雙槍然後往前射 算是一個挺不錯的 不過已經在這邊已經有一點 在場面上已經有一點小小的優勢 因為這邊 大招互打 然後我的人其實基本上都在站著 那這邊在緊接著下上一些 壓場生物 因為其實 在高端場其實都會是 通常你很難 直接把對方壓死了 通常都會在這裡然後選擇兩邊 只要李志秀 你能丟就 就死命丟 甚至他如果殘血你可以 直接丟一隻新的下去 因為 李志秀在這個 對局中其實他的 印象的層面其實非常非常巨大 他產生的一個全場的減攻速效果 會讓對方的 輸出完全廢掉 所以李志秀一定是無論如何 這一招一定是最優先 然後這邊 有開出一個大決 然後 持續的 因為他會產生一個蠻長時間的僵持 而且他會持續的往前進攻 可以拖慢對手 開必殺的時機 然後也可以 給 我方有更多更良好的輸出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重點是他的特殊技其實會增傷 他特殊技增傷之後他整體帶來的輸出 其實 搭配隊友的輸出非常非常的高 這邊就可以看 現在基本上都是要一局都要打這麼久 甚至很多場是直接打到 呃 時間到然後這邊使用的是周解 周解我覺得是 就是 這一 這一周的版本單子 因為這一周其實 整個 都是以突擊為主 然後所以如果假設你有辦法帶周時雨 的話那我覺得是強烈推薦一定要帶 如果沒有的話可以考慮練流真 都沒有的話可以考慮用管理局見識 然後現在天梯第一是使用管理局見識的部分 那其實各有優缺點 但我認為周解是更 更好的一個選擇 就是 在面對更多的 以及這一周強力突擊 那這邊其實 你會看到其實這樣 都是都是有點慢速推進 呃這一周的打法就有點類似像拔河 什麼叫拔河呢 就是我 你會一點一滴蠶食的把 把對方的那個 戰力拔過來 然後你到最後就是呃 等到你累積足夠多的優勢 你超一口氣把對把對手推倒 甚至有可能累積不到就 就要打到時間到 甚至我有一盤打到兩邊 船舰幾乎都滿血 那 就只就只靠那個 呃江蘇英的 警車那個 小士兵力量支配者 打到兩三 兩三下船 取勝的也是有 那這邊基本上高端船都是 減傷船內戰啊 那這邊的話兩邊就是敵不動我不動 然後這邊其實最最好的就是先下一個 就是加加傷害的 呃 就是 男的可以加傷害然後加恩可以做一個暈眩 然後這邊因為對方選管理局見識的部分 我們這邊就選擇做 呃就直接下 掃描 那掃描其實非常非常強 如果對對對手有那種管理局見識的話 那掃描其實 可以很瞬間的把對方的處理掉再加上 李自秀這一週的被動減制了量 所以導致關於的那個 死而復生的那個效果基本上是 完全沒有辦法發揮的 但是還是會有蠻多人選擇在關於見識 畢竟關於見識 還是一個非常強的一個三廢前鋒 那這邊的話其實我們在中場上去已經取得了蠻大的優勢了 不過 呃優勢有時候全都是假的 那對方李自秀下來如果可以開到必殺的話 他的時候都會把整個 整個帶回去 還有一個另外的想法就可以在這邊下 所謂的覺醒師傅 那如果假設你有足夠多的 覺醒師傅是一個確保你不會被翻盤的一個 主因因為你有辦法 開場下一個護盾 然後這遊戲的護盾其實有點強 就是 只要他有護盾狀態下 你就 你就不會受到致死的打 打擊 那個護盾會把異傷全部都吸收掉 那我們這邊 一樣開出一個大絕 大絕這個好處是可以持續對敵人做出的印子 那你看像我們剛剛這樣子就已經被對方全部都掃光了 就 現在其實很難真的一口氣把對手打死了 多半全都是要像這樣子 就逐漸的累積自己的優勢 然後累積 所以在這邊千萬不要慌 就是你不要想說急著 把東西下在對方的船前 你可以考慮下後面一點 因為有時候你會背對手的像 你現在看到這個周解 就急飛他會 因為假設你全部人都很靠近他的話 他可以很輕鬆的下在對他有利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考慮 就有一部分你可以考慮下在比較偏遠一點的部分 那這邊就很順利的 這邊可以看到其實只要你在前期 一起下李自秀然後加一個突擊 在下那個男人的時候 你 通常都有辦法在檯面上取得一定程度的 領先 我們這個領先之後就可以 就更快的把對方李自秀打死 那可以讓他開不出大絕來 那我們就可以很快的 我們第一波的李自秀 衝過去然後再加上船前機 就有辦法在第一波的一個碰撞中取得一個優勢 那這也是 新角色 加入李自秀隊伍之中一個非常重大的 一個突破就是 他有辦法使用他的增傷技能 讓對方的李自秀快速的融化 然後所以在現在在高分場有很多人 選擇帶關於劍師來幫忙承受 或是選擇帶愛力 來幫忙承受一下 李自秀所帶的一個巨量 因為畢竟現在你只要把李自秀直接打死之後 那你的減攻速效果就消失了 那你的一些 攻擊火力會來的更加的兇猛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視頻 希望大家會喜歡 然後最近有經營YT 如果 喜歡的我的人可以麻煩在YT按個訂閱 感謝大家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